挑战 拿80个派对法师去部罗站推平一个15本 作为两年才出现一次的限定命种 眼瞅着还有几天就要消失了 我心想着不拿他整个活时再可惜 于是就把兵塞满后准备去打部罗站 但是想起这件整活成功还被降职的经历 我决定这次开打前河和首领距离力争 好好好 现在都不避人了是吧 上把部罗站是因为我整活才输的 不是首领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部罗站是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协度的结果 你不能因为我打了两个异星 一个黑三 就说因为我输了 这个屎盆子咱坚决不认 还数到三把配兵换了 换他个头 既然说不通 那咱就用实力证明 这把必须给首领的老小子好好开开眼 来 老不知我还是先观察一下阵型 这个阵是个典型的九宫阁 地狱塔还都是单头的 有点难搞 要知道我们的四王才是绝对主力 这被锁定了一死一个折 但是无惧死亡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 来 漫王 顶上 单头塔要锁线锁他 给我保护好后面的女王勇王 这把咱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开局在六点钟的角落里直接下大部队 蛮王女王勇王后面跟上二三这个法师 直接往里冲 还有这几天部落大歌星后 有很多小伙伴说想回坑看看 但顾虑从头开始玩才未尽 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去一手药上收购账壕 价格一般都不高 而且挺安全 想推克的小伙伴一样可以把号挂在上面 这边场上飞端战神进去 打掉上面那个弹头塔 我们等飞艇飞飞飞到大鸣旁边时 先给上一发狂暴 飞艇里装的援军是大雪怪 我们再给上一发镜像 让复制出的大雪怪 打掉旁边那两个投尸炮 前面这一系列操作后 就把AOE建筑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下小蝙蝠进场收尾 这里直接把七平蝙蝠法术 丢在插弩头上 这样小蝙蝠就会甚至这个轨迹 去打掉里面的黑油塔 同时手里的派对法师也不要停 可以打掉外围很多防御建筑 为小蝙蝠修正前进路线 这把大家背看我们打得忙 其实都事先做好了规划 哪个兵种哪个法术 该下在哪个位置 都要在心里推演一遍 已经多的不说了 点赞过一万 下期给大家整首 纯飞龙宝宝去部落战 推平15本 或者是之前许诺的 拿首领的号去传奇被整活 没错 这事总算有点眉目了 要不是为了这事 我能在这受首领这起 我上去就给他一点炮 好了不吹牛逼了 我是从前是大神 喜欢的话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